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农民手中的铁锹忽然铲到了一个硬物 他蹲下身将硬物拿了起来并清理掉上面的泥土 看颜色这位村民起初觉得这是一件玉器 可仔细端详发现不对 原来硬物是一件外表呈碧绿色的青铜器 他不禁喊了一声 发现宝贝了 周围的村民闻讯后立即围拢过来 大家争相观看 这时有人说 这周围肯定还有古物 于是人们纷纷拿起铁锹开始寻找 不大一会儿又有几件青铜器被发现 湿河港水利工地发现青铜器的消息 引起了当地文物部门负责人的高度重视 他们立即派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看了好多 看见好多当时的农民都拉着铁锹站在那里 我们都直接到了乡镇府 乡镇府的同志就给我们拿了一件那个鬼 西州的器物呢我没见过 因为当时我是文物保管员 我见的最多的呢就是商代的 但是我看了一些图片 这文物杂志上啊 因为我觉得那个西州的文饰和它那个器物造型呢 非常的漂亮 让人感觉很舒服 所以呢我也就给他记住了 所以他们拿着这件鬼出来之后呢 我就能断地呢 我说它是西州的东西 考古人员随后对湿河港水利工地进行了考古发掘 同时对村民挖出的文物进行征集 经过大家的努力 共发掘出和征集到13件青铜器 这些器物几乎渐渐都有名文 其中最多的有24个字 专家根据青铜器上的名文 将这些器物分为腹椅和腹钉两组 腹椅和腹钉是指被祭祀的腹背名字 信阳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腹钉提梁有 通体呈绿色 很像一件玉器 它高24.7厘米 口径10.2至12.4厘米 腹部呈椅圆形 提梁两端装饰瘦瘦 气身柱有魁纹 颈部用写实的手法铸造了两头牛 这两头牛身子向前伸 后腿弯曲 仿佛随时准备搏斗 牛在中国古代人的心目中 是具有灵性的动物 同时也是农耕文化的象征 一般重大的祭祀仪式 都会选用牛当祭祀物 工匠在这件青铜器上 铸造了两头完整的牛 这体现出周朝人 以农德自重的传统 和以农心国的治国方略 像这样铸有两头牛的青铜油 在中国国内十分罕见 有学者称它们为 西周第一牛 专家介绍说 这件提梁油是采用 分次铸造法制造而成的 也就是先把有身装饰 复杂的部分铸好 然后再嵌入铜油的主体 提梁部分的铸造技术性最强 工匠们需要准确地计算出 预留部分的尺寸 以免在铸造提梁时 铜液与铸造好的油体接触 导致气物报废 经过专家测量 铜油的提梁和气身之间的空隙 仅有二到三毫米 这显示出古代工匠高超的青铜铸造技 和腹钉提梁油一起出土的 还有一件饮酒器 腹椅脚 脚与绝的造型很相似 不同之处在于 脚的口沿处没有柱 留的部分呈尖脚状 而且大多数有精美的盖子 腹椅脚的体型硕大 做工精湛 专家称其为是脚中之王 湿河岗水利工地秃土的腹椅脚 一共有两件 它们分别收藏于 河南博物院和信阳博物馆 外形大体相同 信阳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腹椅脚 高28厘米 上面有盖 盖的直径为10.6至19.8厘米 用鞋子母扣扣合 盖顶有脊 脊上装饰有饕贴纹 气口呈橄榄形 颈部收敛 腹壁微骨 一侧带有瘦面纹把手 盖与气身都以雷纹衬底 腹椅脚的三足外撇装饰胶液缠纹 气内与气身内壁均注有明纹 腹椅脚通体漆黑光亮 气身舒展大气 在同类青铜脚中颇有王者风范 由于青铜脚的流行时间较短 仅建于中国的商朝末期和西周初期 所以这个带盖的铜脚显得十分珍贵 专家说 收藏于河南博物院的富仪脚 在征绩时缺失了一支足 在信阳地区举办的文物精品展中 这件缺足的铜脚也参加了展出 一位文物爱好者看到后 觉得铜脚的色泽和花纹 都和自己从废品收购站找来的一支铜足很相似 于是就将铜足拿来比对 专家立即将其与内建铜脚拼接 结果完全吻合 它正是铜脚上缺失的足 至于这支足是如何与脚体分离的 这还有待与专家进一步考证 青铜脚是商末周初的重要礼器 由于流行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目前存饰的青铜脚的数量很少 带盖的脚就更少 河南信阳博物馆藏的这件附仪脚 不仅装饰精美 而且形体很大 有脚王之称 石河岗抽头的这批青铜器 无论从外形 文饰 还是制作工艺上看 都可以算得上是同类青铜器中的精品 专家说 富丁提两油和富仪脚都是酒器 主要用于祭祀活动 提两油是成酒的容器 在西州早期的 在西州早期贵族祭祀祖先的仪式上 这些酒器都要陈列出来 以展示其身份和地位 提两油里面要装成满的 泡着这个香草的梅酒 青铜脚里面也会针满酒 脚上带盖不是为了美观 而是为了防止尘土落入酒中 在仪式开始后 首先要将脚内的酒洒向大地 以表示了对祖先和天地神灵的这个尊崇 在富丁系列青铜器中 有两件器物的底部著有名文 做富丁宝尊仪若 这些名文字体古朴 工整有力 保留着中国商代名文的遗风 专家说 名文中的若字指的是若国 它位于今天湖北省京门一带 是周王朝在汉江流域纷纷的一个小国 后来被楚国吞并 称为楚国兵源和物资供给的重要基地 根据名文记载 这些青铜器应该埋葬于湖北京门的诸侯贵族墓葬中 可他们为什么会在河南信阳出土呢 专家推测 信阳诗和港乡位于河南省南部和湖北省相邻 位于湖北京门的一座西周早期的贵族墓葬 曾经被大水冲毁 古墓葬中的随葬器物被河水冲到河南信阳古河道的转弯处 最后沉寂在这里的淤泥层中 经过研究人员的调查 认定它是一座西周早期贵族墓葬的遗物 墓葬在早年被河水冲毁了 这个墓葬中的青铜器因此流失出来了 脚腿也是那个时期断掉的 古墓中的随葬品虽然在地下埋藏了许多年 但腹钉体两友和腹椅脚被发现时 气身不仅没有被腐蚀 反而手感光滑 腹椅脚又黑又亮 而腹钉友通体毕绿 很像玉气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 专家解释说 信阳地处河南南部 雨水较多 土壤呈酸性 可以给青铜器一个相对稳定的 埋藏环境 气物的表面能够形成氧化层 这就相当于一层保护膜 使青铜器的色泽呈现出绿色或黑色 表面十分光洁 具有较好的观赏性 有专家表示 如果拿信阳博物馆收藏的 腹钉体两友和腹椅脚 与中国其他地区发现的西州早期青铜器相比 除了陕西西州都城遗址内出土的器物 可以与之比肩以外 其余的大多数均稍逊色于他们 腹钉体两友和腹椅脚 成为中国西州早期青铜器中难得的精品 被评为中国国宝级的文物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